好 今天禮拜五吼 還要準備放假去了 今天我們的卡斯來囉 可以堪稱是2021年的壓軸卡斯即將現身 聲音的聲吶 去年呢我稱他為金曲達人之心 那他今年呢順利鍍金 恭喜金曲歌王 金曲歌王 許富凱來了 哈囉 大家好 盧卡斯你好 我是警官的聽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許富凱 歡迎小凱 大家光臨 好久不見啦 哎呀呀呀 一年了 一年了 還記得上一次是12月 冬天的時候來 為我們注入一股暖流 今天呢 我在這個力動的前夕 為我們空氣也注入一股暖流 要來跟大家分享你的喜悅 對 希望大家聽著我的聲音 然後呢 就可以感覺到很溫暖的感覺 嗯 今天呢 首先要帶來你的新的作品 跟新的消息 新的作品呢 其實在9月28號就已經推出啦 叫做無聲 無聲 無聲 點點無聲 點點點點點點 那種無聲 無聲勝有聲 對 哎唷 對 這首歌曲的後進力很強 啊 真的嗎 對 那個歌詞呢 在還沒有聽到你唱出來之前 光是看歌詞就很有畫面感 看歌詞 對 因為這一首歌是我在疫情那三個月 所寫出來的 自己創作的歌 是在疫情三級警戒期間寫出來的 因為不能出門 對 所以在家裡面就很有靈感就對了 可以做好多事情啊 比如說打掃家裡 大掃除 然後學學一些廚藝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寫這首歌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在大掃除的時候 身為歌手CD一定很多 對啊 唱片一定很多 那我想說剛好也藉由這一段時間 把這些東西再整理一次這樣子 那剛好就翻出了一張光碟 那一張光碟是我外婆 送給你的 也算是送給我的 她告別式的那個影片 一個光碟這樣子 那當下看到那個光碟 突然間就有感而發 想到以前小時候跟外婆一起 相處的點點滴滴 對過程回憶這樣子 那那一天晚上就覺得好 因為剛好疫情那一段期間 可以做很多事情 有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要做的就是聽歌 對 對把之前以前買的一些CD啦 或是想要聽的東西 再把它聽一次這樣子 然後剛好那一個晚上想說好 那我在提拿筆寫寫一些心裡面的感受 跟外婆以前小時候我相處的過程 過動的過程 對所以當時就寫了這一首歌 那不僅僅是外婆啦 其實在我歌唱這一條路有很多的貴人 其實也是要寫給送禮 因為有一些貴人現在已經不在了 一些好朋友現在也不在了 所以用這一首歌也表達我對他們的思念的感情 思念之情感激之意 對 所以喔作曲作詞都是許富凱創作的喔 很強很猛耶 哈哈哈哈 作曲又作詞 那所以未來有沒有機會擔任這個 你未來歌曲MV的導演 蛤?導演啊? 其實在這首歌裡頭 我自己也有參與做拍攝的過程 影片影像的過程這樣子 然後也回到了南部 然後去拍攝一些我小時候的一些 成長的一些場景 嗯 對 成長的一個過程 對 然後一些 像回憶錄一樣 回憶錄這樣子 然後是用自己的視角去拍攝的 嗯哼 對 那過不久應該就會跟大家見面了 真的啊 期待啊 今天有聽節目的朋友 就知道說你未來的最新動態 對 對 啊啊 MV已經上了啦 MV已經上了 對我知道 但你的頻道已經上了 已經上了 我想說我還隔多久 欸你就被我騙了齁 對 我就是要把這首歌塑造成 還沒有發行即將發行 那待會聽眾朋友就點進去看啦 已經上了 對 已經上了 對已經上了 在我的那個 呃 頻道就可以看得到了 他衝高那個點閱率 謝謝謝謝 喔 對 那從9月28號推出至今啊 就好多人都喜歡這首歌 尤其喔 嗯 在你的社團 對 大家有志一同的 想要再聽一遍 那現在呢 沒有在開車的聽眾朋友 就可以閉上眼睛 來聆聽這首 無聲聖有聲的 無聲 無聲 對 啊如果在開車的朋友呢 你還是要 眼睛睜開喔 眼睛睜開 不要閉上齁 雖然說有可能會很陶醉啦 但是呢 還是要認真開車 對 來聽歌囉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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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